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北京时间5月14日,西部半决赛G6,勇士主场,110,B96,击败辉雄,大比分4比2,淘汰对手晋级西部决赛。 本场比赛,辉雄虽然客场输球,但争议人物,迪隆布鲁克斯的表现,足够强硬。 此役,迪隆布鲁克斯,出战39分中,28投11中,3分15投7中,拔球2中1,得到全队最高的30分,外加4篮板,1助攻,3抢断,1盖猫。 在首截比赛中,迪隆,对标克莱汤普森,帮助辉雄队,紧咬1分,让人印象深刻。 不过,年轻的辉雄队,还是输在了经验上面。 他们缺少了莫兰特这个主心股,在第四节,失去了进攻重心,最终克场,输给了勇士队。 赛后,迪隆谈到本场比赛失离时,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 迪隆表示,我们今天,并不是输在对手老兵,打出了出色表现,而是输在我们没有选场,对细节,给予足够关注。 我们还年轻,而勇士正在变老,他们知道,我们每年都会再来的。 作为常规在西部第二的球队,灰熊队的天赋,确实让人羡慕。 但在季后在这种舞台之上,缺少莫兰特之后的灰熊队,还是缺乏终结比赛的能力。 就像迪隆说的那样,灰熊队,的确很年轻,可是勇士的库里,汤普森,追梦,更具经验。 他们在季后赛中,显然更有优势。 今天的比赛,库里,得到29分7吧。